今天主要会讲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那个 那个 tomainline的那个 的那个参数 读取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讲的是那个 呃在function 传入预设参数 然后要怎么样去 呃检查 传入num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检查它这样 然后 今天的例子都 今天没有那个投影片 就是直接用程式码讲这样 然后第一部分 就是在讲说 呃怎么样去读取 那个从系统 就是我们在这个 tomainline就是 我们在那个terminal输入的那个 的参数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呃内建的这个module sys然后去读那个 arg这个参数这样 然后我们这样 跑下去的话会得到什么 会就是会得到这个module自己的name 所以我们会得到example1这样 在下面这里 然后 对它就是比较简单这样 然后我们在后面带一些 参数它就会 跟着秀出来这样 它就把所有参数都引出来 我这样声音会断断续续的吗 因为我我今天网路不太好 好那我就继续谢谢 然后再来 它是在讲说 呃 第二个例子 它讲说我们要怎么把那个 我们要用个加种 然后 它就是去把第一个这个module name 去掉之后 把剩下的加种 但呃 我们持续跑下去 它这个会有问题 因为 它从comment line读进来的东西 都是那个string这样 然后string应该是不能加种的 然后 所以example3 它就是用那个list comprehension 就是把它 读进来之后 然后再去加种它这样 然后 再来就是 通常我们在写那个 comment line的时候 都会想要做这种 就是呃 就是指定 用像key value的方式 去传入参数这样 然后它这边就是在 不用套件的情况下 就是 用用呃 手 用手科的方式去 去 去 把这个 一对一对的东西 一对一对的key value 这样印出来这样 然后它后面会解释 怎么用套件 呃 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像这样 我们就是把这个 last name跟那个first name 一组一组的印出来 但这样印出来 其实它没有直接的 就是 key value的负质关系 它只是 一组一组这样印出来 所以它下面就会用 dictionary的方式 去把它 绑在一起 然后 这边就用到之前的 呃 它一样是跳着读 先读那个key 然后再读value 然后再用那个zip 然后把那个key value 埋定在一起这样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key然后value 然后跟那个我们的dictionary这样 然后这样它就有就是key value的关系就绑起来了 然后这边就是把那个完整的姓名列印出来这样 然后再次第六个example 这个example在讲说就是我们在读值进来的时候还可以就是 啊去指定这个值要是什么形态的这样 我们就不用像前面那样就是 特别去把它 特别去读进来之后 还去把它转成那个 转成每个转成印的 然后当我们今天 那边传的值不是他呃 希望的值的时候他就会噴出这样 然后这个help是就是 通常我们会就是使用者第一次用那个 你就是陌生的comment line的时候 通常都会打这个help去去希望得到一些他想得到的资讯这样 然后这边哦 这我们刚才前面都是单纯的用那个 这个东西再直接取它的那个 直接取它的那个arg 然后这边就是开始用这个arpath的那个参数 这个这个model来帮我们处理这样 然后它有一些方便的东西这样 然后像呃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去去呃 去设定我们希望呃得到的 希望从comment 希望在comment line的上的那个那个参数的的一些相关设定 然后呃 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去用这个partherax 去直接读到呃这个sysargv这样 然后它这个你什么都不设你什么都不设的话 它就是直接去读这个sysargv 然后可以在里面看到 对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值这样 不过这个设定值就是呃读进来就永远都是这个这样 这样 看一下 嗯 嗯 有点忘记它是怎么用 所以我等一下贴群出好了 然后再讲example7 example7就是在讲说那个呃我们可以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parther还可以去呃有些更详细的指令 比如说我们可以呃指定这个参数是不是必填的 然后还有它进来的时候那个我们把它存起来的时候 keyvalue的那个key要用什么key去存这样 然后我也可以带说一些因为我们有些参数可能长 所以我可以带缩写 所以我减L减减F跟减减first是一样的意思这样 然后 然后你如果没带这个 那个destination的话 他就会直接用比较长的这个 去当作他的key这样 对 然后这边就是执行结果 就是我的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这样 然后还有出生的年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印出来这样 然后这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这边 -f 它读件来是存在这个 first name 然后我如果把这个 -f 拿掉的话它就变存在 first 里面这样 -f 这里 -f 然后再来是 example bar -f 这边就在讲说允许 - 传入 - 这边在讲传入参数的数量的控制这样 - 然后这边在讲平方 - 它取了一个例子是用平方跟立方这样 - 然后这个米字号通常就是0个字多个 - 然后加字号的话就至少一个这样 - 然后我这个不带的话也ok - 但这个不带的话就不行 - 然后再来是 - 再来是在讲预设值 - 再来是在讲预设值 - 再来是在讲预设值 - 我可以用这个 action 跟这个 - 去指定它预设的行为要是什么这样 - 然后跟给它预设值 - 像这个 - 这个monty - 我不管怎么样用它都会是python这样 - 然后 -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default是true这样 - 然后因为它永远是true - 所以我们其实不用给它这个default -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efault的东西拿掉了 - 然后这个就是 - 呃有当有这个 - 这个选项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是false - 然后这就是名字default是John这样 - 然后有带的话就会是我带进来的值 - 那实际是实际执行结果就是这边 - 然后再来是第10个example - 这边在讲说有时候我们那个 - 我们的那个command line会希望说 - 呃两个参数只有 - 只能二折一 - 那这时候就是 - 可以用这个group 去设定这样 - 像这边减V就是我们把详细的内容 print出来这样 - 然后减Q的话就会 - 而不印出东西 - 然后但我不能同时减Q又减V - 它就会跳警告这样 - 然后这边大概是在讲说那个 - 那个command line参数处理的部分 - 那接下来要讲那个 - 当那个我们今天传入的参数是 - 呃浪的时候 - 呃会有一些 - 会有一些问题这样 - 就是 - 预设不传参数它就是浪嘛 - 但今天万一我们真的是传一个 - 想传一个浪进去 - 或者说 - 我根本没有传直进去 - 我想要检查这两件事情 - 那我要怎么做这样 - 然后 - 这边就是 - 这边就是 - 简单的举例这样 - 我预设是浪这样 - 然后我有传直的时候 - 呃 - 它就说有传直 -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丢的时候 - 就是没有传直这样 - 然后我传浪的时候 - 我有传浪 - 但是 - 它就说我没传直 - 那如果我想要检查说 - 如果想要让这个东西变成就是 - 我有传浪的话也是 - 也是秀有传直 - 然后怎么办这样 - 然后 - 呃 - 它就利用那个 - 利用 - 利用记忆体去比较 - 然后来确定说 - 哦 - 我记忆体有没有改改变 - 然后来 - 来 - 来确认说 - 到底有没有传东西进来 - 然后它这边就 - 用了一个那个 - 入了一个那个 - 然后叫做Centl这样 - 然后它把 - 把A的这个预设值设成这个Centl - 然后 - 呃 - 它会去比较说 - 说 - A 跟这个Centl是不是一样的 - 那如果是 - 不一样那就是有值 - 那一样那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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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 根本没有东西传进来这样 - 那这边就是范例 - 一百时候就是很合理就是有提供值 - 那这边就是范例一百时候就是很合理就是有提供值 - 那浪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记忆体位置不一样 - 所以它也是有提供值 - 那当今天都没传的时候 - 它就是原本的那个 - 位置 - 然后 - 所以 - 呃 - 它就是没有提供值这样 - 这样 -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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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次 new 东西 - 它的 id 会不一样 - 所以 - 那个 - 哦 - 丢 object 进去 - 它也是有穿值这样 - 然后 - 再来再讲说 - 我可以不用在 - 外面 - 这样做 - 我可以直接就是把 - 它被 object 直接 - 直接当成它的预设值这样 - 然后 - 这是那个 function 的那个 - 那个方法可以直接去取得说 - 方形里面的那个传进来的所有的值 - 所以它这个传进来的预设值就是那个 - 应该说 - 这个方法可以传 - 取得所有传进来的预设值啦 - 所以这边的传进来就是 - 都是 object 这样 - 然后所以就是跟上面是做一样的行为 - 这就是一样的东西这样 - 只是它直接写在把外面的 object 搬进来 - 然后这边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啦 - 只是它讲说 keyword 的时候怎么办这样 - 那它一样是去抓那个 - 抓那个 - 从这里面抓 default value - 然后也是跟前面一样的方式 - 只是 - 拆开来比较这样 - 都是一样的东西 - 都是一样的东西 - 那基本上这次的就只有这样 - 那我的分享到这边结束 -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 如果传进来有很多个type的话 - 你要怎么分 - 有很多个type - 对啊 - 你是从 - 对 从这里去分嘛 - 从这个type里面去定义 - 刚刚六吧 - 六呢 - 这边 - 你是从这边去定义说 - 你每接到哪个argument - 就是从这个type去分 - 这样 - 从这边的文句子是定义好 - 我们要传什么参数记能 - 最后 - 从这边的文句子的定义好 所以你怎么 type 这样 对对对 那如果回到 之前就是 我们 有很多个 应该很就是我们直接挖空给他 让大家一起传进来的话 挖空给他让他一起传进来 对就是我们不确定他传什么进来的话 就是说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你是有用的 argument parser 之后往到看一下范例6 看一下范例 范例6也是 所以这边也都是第一 那范例5 范例5的话 范例5就没有用过 argument parser 看一下那是范例 那是范例 下边都是用sys的 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耶 没有没有关系 我是刚想到就是说 好像用argument parser的话 我们可以去定义数 他传进来的参数 做进去他的形态 哦 但是回到sys的时候 我们 我们好像要等读进来之后 才有办法知道这样 可能就是我们读进来之后 先判断这个argument是不是什么type 嗯 之后再把它 转成我们要的type之类 6的时候 对啊 你看一下到 嗯 5吧 看一下5 看一下5 好 对啊 5这边的话其实都是 你都先读进来 嗯 之后再去看说他要什么type 对啊 我们再去做任何 动作 因为他现在读进来 其实都是string 这样 哦 理解 嗯 没有 我就只是这个问题好奇一下 哦 就变成说我自己定义 每个key 是什么type的第一件查这样 对对对对 就变成说你进来 我先查 哦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变数 我可能要什么type 那我可能先从string 把它转成那个type 再去处理 对 但是如果用 就是用argument parser的话 就是我先定义好了 这样 哦 我了解 嗯 就是好奇一下就好 好 感谢 没有 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OK 感谢Eric的分享 然后就是下礼拜就 就会开始进行这个 deep type 2嘛 然后 就是目前的这个是 时程基本上是已经确就是 确定了 然后 就是project部分就 有人有人要现在认领的吗 就是要不然就是之后开放就大家自己去这个 自己去编辑 啊如果权限不够的话可以在discord的频道那边留言 我再包容改 我自己是已经直接认领这个project1了这样子 我再自行去那个共学论坛上认领好了 OK OK 那OK 那接下来三周基本上都是我就是我分享这样子 然后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这礼拜我去参加活动 有一些简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贴在那个聊天室 OK哦 感谢Eric的这个分享 能看吗应该 因为他过几天然后就会闪掉 是那个经典的那个人工智慧学校办的活动 那大家还有其他要 讨论的吗 哦 我没有了 OK 那今天今天就到这边吧 大家晚安 谢谢晚安 拜拜